《中奎》 《中奎》對於我陳昆來講 也是從小長到大最大的夢想 《中國神話》裡面的真正的中國英雄的故事 《我們中國的一個超級英雄》 中國電影CG的一個高峰 鍾葵是我們古代神話裡邊一個代表 他能夠鎮宅、驅邪、捉鬼、捉妖 他還有一個俗稱就是萬應之神 過年的時候都可能把鍾葵當成門神貼到門上 求財得財,求極得極 他就是我們中國的一個超級英雄 是一個儲間服務、執行正義的人 鍾葵這個電影我等了好幾年了 以出演鍾葵這個角色對我來說是一個夢想的實現 鍾葵從一個簡單的術生到了一個斬妖室 我斬妖室只會斬妖觸摸 他的任務是不斷的殺魔 可是他身上的魔性在一天一天的增加 隨著他的法力無變和他的魔性也會變 大家會看到在CG上面會有很多黑中鬼的兩個階段的變身 我相信會給大家很多的驚訝 我們把鍾葵賦予更大的力量 鍾葵,你是被先進選中的勇士 我會賜給你更強大的力量 他的能力越大,他的責任越大 他具有超強的一個能力 但是他的能力從來都不是為了捍衛自己 他是一個成長的英雄 他最後要執行一個什麼任務 這樣的轉變當中 我們看到了鍾葵如何選擇他的方式 其實我更想講的是一個中國神話裡面的真正的中國英雄的故事 我不是魔 中國英雄到底跟好萊塢超級英雄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不一樣 宿命都不一樣 形態也不一樣 他們的追求和精神境界不一樣 這個人 風魁來自很早的古代 來自我們降魔正道的這樣一個震神 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感染你們 爆